嗨各位傻傻神今天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必備卡 必備卡呢我把它稱之為海外10%回饋的新神卡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就說 其實我們最近2020年結束了 即將登進入我們的2021年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卡片是很厲害的呢 果不其然我們的永豐必備卡呢 它的回饋數字呢 之前海外最高9%嘛 現在網上價碼變10% 它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呢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帶你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 稅不已遲趕快往下來看 那我們這支影片會跟大家講四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海外10%的回饋要怎麼拿 有這個簡單的做完整理給大家了解 那另外一個是行動支付最高9% 這個部分要怎麼回饋呢 怎麼拿呢一樣會跟大家講 那第三呢就是手把手教學啦 教你怎麼入手永豐銀行的系列產品 如果你是完全新戶的話非常歡迎你上車 那如果救護的話你也可以根據你自己所持有的產品 然後來達成這個所謂的任務 然後來符合銀行的規則就可以賺取這個獎勵 那最後的部分當然就比較境界啦 就是既然必備卡它是跟外幣有關的 當然我要教大家就是如何靠必備卡來做投資 甚至是你省下來的錢怎麼前進市場 這都是很不錯的做法 提供大家參考 那我們事不宜遲趕快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重點 海外10%回饋怎麼拿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必備卡的回饋太複雜了 不知道怎麼用 那我在這邊簡單的用一個圖表 你看就知道 這邊 其實最高10%就拆解為四個部分 2215 那一開始的話呢 你只要申請這張卡片 你就可以拿到海外基本的2% 怎麼刷都是2%回饋無上限 那這基本上的話就是國內1%海外2%就是基本款 如果你覺得想要更高的回饋 你可以使用大戶數位帳戶 至少國內2%海外3%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你如果符合它的董會或者是超會 還可以拿到額外的加碼 我這邊舉例的是超會的資格 董會是只要外幣有一派 新台幣1元的等值外幣 就可以直接符合董會 它的門檻已經降低了 超會的話呢 在2020年以前的門檻是要20萬台幣 現在只降低為新台幣10萬元以內 你要說至少要符合新台幣10萬 你就是不接受超會資格 比之前的門檻少了一半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應該算是把門檻降低 讓更多人可以拿到這個額外的2% 所以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這兩卡片 只是單純的拿來刷海外 至少有2加2就是4%了 那它的這個上限超會的加碼上限為1500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下面的 複顏的資訊欄這邊有更詳細的規則 或者我寫的文章都有講到 那第三個叫做數帳加碼 就是如果你本身有永逢賬戶 但是你沒有大戶數位賬戶的朋友 非常歡迎你開立大戶數位賬戶 那麼你可以再拿到額外的加碼 這樣就至少5%了 那最後的部分就是特選 特選的部分有這個海外的部分 是它的特選的指定通路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這個所謂的行動支付 稍後再講 那特選加碼的美其上限為600 如果你是有數帳的話就是 1加5就是6% 6%的上限600往回推就是月刷1萬 但是如果你沒有數位賬戶的話 那你還是可以拿600 但是你就要刷多一點 比如說你這個 600除以5% 這樣算下來的數字就是12000 好所以就是你刷12000才可以拿到600 但是如果你有數位賬戶的話 你不用刷到那麼多 你刷到1萬塊就可以拿到600 所以其實也算是變相的就是你可以刷少一點 不用刷到那麼多 好所以這個海外的10%就是2215 2加21加5 好這樣加起來的話就是最好 剛好就是10% 但是你的上限就是1萬塊 所以說這意思就是說刷1萬拿1000 好就10%嘛 我覺得也不錯啦 如果你一年刷12萬的話就是可以拿 這多少 1200的回顧 沒有刷1萬塊可以拿1000塊 所以你刷12萬就是拿1萬2 1萬2其實也不少 1萬2如果拿去做投資也很不錯 好下一個 BPM卡另外一個亮點是行動支付最高9% 這個9%怎麼拿呢 好這邊一樣有做一個表格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一下 好這邊的話呢 國內基本有1% 對剛剛講的國內1%海外2% 那後面的215都是一樣的 就是超會 如果你符合最高的超會資格就是加碼2% 然後有數位賬戶在加碼 有特選的通募的部分 我這邊下面有寫到 就是 嗯 Apple Pay Lin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Gaming Pay 跟Fibbit Pay 都可以拿到額外的5% 但是你要知道哦 這個特選加碼的 前面講到的這個 海外 的加碼 跟我們這個行動支付的加碼 是全部算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拿來刷海外 那你就不要再拿來刷行動支付了 你行動支付反而可以使用 比如說星光的懷雨現金回饋預期卡之類的 那這樣子 你就不會全部都差不多會 好 如果你要分門別類最高權益的話 你應該要這樣子區分才好 所以這樣就是1215 1加2加1加5 加起來剛好就是9%回饋 好 所以他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你只要符合幾個不同的要件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饋 就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再來 你要怎麼入手永豐系列的產品啊 最佳姐到底要怎麼做才好呢 好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也有簡單的 做了一個整個程序表 你可以照這個參考來申請 如果你是新戶的部分 非常歡迎你上車 但是如果你是救護 你也可以從自己不同的階段來申辦 好 比如說 第一個的話 我會非常建議你先申請大戶數位賬戶 那麼 在12月31號以前跟團 我們還有抽寶格力香水哦 好 那這個活動只到12月31號 明年度的活動 明年再說 相關的權益 我會放在我的部落格 我的粉絲頁 也非常歡迎你來看 好 但是呢 目前 好 2020年最後一檔 我們就是送寶格力香水 本團友加碼10組 給新戶 救護 存錢 來回報 可以來參加活動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 其實Step1跟Step2 可以同時一起申請 因為 申請數位賬戶 跟申請信用卡 是可以同時並進 它是兩個不同的單位 好 但是如果你要依序來的話呢 你在申請大戶數位賬戶的時候 先不要申請信用卡 好 你先申請它的簽账卡 白色那張就好了 那第二個階段的部分 你再來申請 它的 以新戶資格跟團來申請 我們這一團要來抽 iPhone12哦 好 iPhone12就是 滿元 就一起抽 好 那沒有的話就是依序 會抽不同的獎品 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下面的副研欄 也有相關的活動資訊 好 這個每一季都會做活動變更 所以 你12月31號以前沒有上車 沒有關係 明年度還是有明年度的新活動 但我們基本上就是會 把大家給的 跟團的獎勵呢 我們提出一部分 讓大家來做抽獎 這樣子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 再來以救護的資格 加辦永豐大戶卡跟必備卡 那麼你就可以全產品 通通都拿到了 那至於你的永豐行戶要辦哪張卡 其實你可以用 寶貝卡 寶貝卡的話它有什麼特色 它就是 呃 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 呃 之前的你的才知道的節目裡面 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海外 應該說是寶費的神卡 其實寶貝卡也不錯 因為就是 刷卡有1.2% 然後還有最高12起零利率 所以這兩卡片 其實新戶拿500 然後再辦MESA卡 再多200 就最高700 如果你對這個 呃刷寶費沒有興趣 那你也可以辦現金回饋JCB卡 它是網購神卡 最高海外有6% 我覺得也很不錯 所以永豐的神卡 其實蠻多的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偷偷都辦下來使用 這樣子 好 再來 看一下 好 最後有個進階應用 因為進階應用 我覺得還蠻重要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刷卡 可以拿到高回饋 甚至你應該要善用銀行的產品 可以讓你賺到更多的回饋 比如說 這個 外幣讓分 好 那很多人都在 呃 因為我 常常在我的粉絲頁跟大家分享說 欸我現在 美金很低 我又買了多少 買了多少 然後回饋率是多少 就是 呃 讓分 讓三分 那很多人都會問寶可夢說 欸 奇怪 為什麼我去買 就是只有讓1.5分 好 讓1.5分的部分就是 基本上的網銀客戶 或者是大戶數位賬戶的客戶 只有1.5分 但是如果你申辦了必備卡 它就是直接在讓分更多 直接讓三分 那它系統的判定 不是要你拿必備卡去刷外幣 不是 它是你只要有這張卡片 進行換匯就會直接讓三分 好 所以我覺得 三分已經不算是太差了 因為基本上 比如說 呃 玉山他就讓3.5分 或者是台影 好 3.6之類的 好 你可以自己去比較 但是我覺得 呃 我在永豐裡面讓 呃 應該說換匯的部分 我還可以把美金拿來做其他的用途 好 所以這是提供大家參考的 所以它第一個很大的 呃 亮點就是有讓分 好 不止 不只是美金 那你如果要買歐元 最高讓到6分 好 所以你這個部分就是自己去衡量 你自己本身 是需要哪一塊外幣的 那現在因為 無限量寬 量化寬鬆政策的關係 所以 呃 你買美金 它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好 所以我這部分的話 我會基本上 固定的進場美金 每一次100美金下去買 現在好像是28.1多嗎 做不定 有可能來到28.0 或27.9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就是保留自己的銀彈 逢低加碼 好 那你取得最大多數的美金 好 那你接下來的話就可以再做更進階的操作 也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好 當你把額外的美金拿來做投資美股的時候 你可以賺的 年化報酬率是10%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 遠遠比你刷卡消費省10%還要厲害 因為我們生活在台灣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儘快財務自由 那財務自由怎麼做 你如果只靠台股7%實在是太慢了 不如把錢投美股 但你要特別注意 你的10萬台幣等值的美金 應該是要放在帳上的 這樣子才讓你符合這個必備卡的 所謂的刷卡高回饋的規則 所以除此之外這是基本款 你還要再額外換 額外換的錢再投進美股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好 那我現在來講第一個PayPal 第一個PayPal就是說 刷卡可以投資嗎 其實刷卡可以 比如說有一些所謂的線上外匯的交易商 比如說像eToro或者是這個IGMarket 他們其實都可以讓你刷卡入境 你刷卡入境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行交易 那你的交易的話當然是差價合約交易 這個差價合約交易不是讓你持有實體的股票 大部分的這個所謂的海外 海外的線上外匯交易商 它是跟這個所謂的交易商做這個所謂的對賭的部分 好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零和的遊戲 但eToro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跟單的整個機制 你有興趣你可以去看 那現在在台灣已經是金管會收到不合法 所以基本上沒有在做推廣 但是呢我在那邊還是有我的投資部位 你還是可以看到我的整個績效 我等一下會展示一下我的績效給你看 蛤蠻有趣的 好但是呢在展示績效之前呢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正確的概念 就是投資美股怎麼賺10% 如果你有看我大戶數位賬戶的介紹 其實這個頁面就出現過了 但如果你是對幣貝卡有興趣的 我覺得你也可以稍微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你就會知道說你目前到底是在哪一個部位 好為什麼大家一直都叫大家要辦這個大戶數位賬戶的 原因很簡單就是放台幣有1.1% 50萬以內好除此之外呢 你刷卡最高8% 搭配幣貝卡最高有10%的海外回饋 那麼換匯有6分 所以這是大戶數位賬戶 好台幣外幣的部分 整個整合起來了 那除此之外呢 也非常建議你就是開立這個永豐金證券的大戶頭 這個大戶頭的部分呢 可以讓你連結的交割賬戶 有1.1%高利活存 就是大戶數位賬戶 除此之外呢 你放在市場上的錢 至少也有7%的回饋 台股年均報酬就7% 所以買0050最舞蹈最簡單 那再來如果你沒有辦法 就是一次買一張 一張要多少錢 現在不是100多塊錢嗎 一次要10萬 買不了那麼多 沒關係 那麼你可以用定期定額 比如說一個月的指定時間扣3000塊 那麼你一年還可以進場36000 也是一個不錯的小資族的投資市場的一個做法 那最後比如說 封存股的部分 封存股就是剛剛講的這個所謂的定期定額吧 它除了台股的部分可以封存股 它可以來前進美股 就來到第三個段落 第三個段落講到的前進美股的部分 很簡單 它目前的話就是 低效益美金 然後它的手續費是0.3% 所以1除以0.3%算出來就是333 所以也就是333美金左右就可以買 這個所謂的美股 他們有精選20支ETF 31支這個所謂的線上的這些股票 所以加起來50多支其實都是你可以參考的 那買美股要買什麼你可以買VT或者是買SPY 這個就是所謂的全市場指數型ETF 好讓你找成本低的來買 基本上的話呢就是投資美股了 好就是這麼簡單 那最後呢只要持之以合的去做這些事情 好買對產品永遠都是最低成本的部分 那麼你就有越有機會可以年年賺10% 年年財務自由你的錢就會一直不斷的放大 好所以之前講過期二法則有講過嘛 72除以10 7.2年翻譯你的本金 好所以這個部分你不管怎樣 除了刷卡以外你還是要懂投資 這樣子你才能夠更快的財務自由 那在這邊來做一個簡單的範例介紹 就是剛剛講到SPY嘛 SPY就是全市場指數 每個月1號這邊舉的例子是我有100萬 然後我從2020年的1月投到10月份 每個月1號無腦買進SPY10萬台幣 好那連續投10個月 從1月份2月份3月份股災到最後10月份 你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投資部位 然後還有就是他每一季的配息都算進來之後 我100萬投到後來帳戶的月 最後是1063161 所以大概就是6%左右的回饋率 好所以美股在2020年的成長動能 雖然稍低了一點 但是他現在還是持續不斷的往上 好他只有在黑天兒事件的時候打下來一點 好你自己看上面的表格就知道了 好我在3月份的時候買 我可以 他的價格比較低 257嘛 所以我可以買到的單位數是相對比較多 是12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只要定期定額的投入 就算是在怎麼無腦做 你的回饋率其實都不錯 好 那我的話呢 是去年8月就開始在美股做投資 到今年的11月 好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成效 這是用E-Toro投的 最主要都是投VTI跟BND 我的投資成效如何 總資產是42175美金 但是我賺了6597美金 好我剛看了一下我的帳上 大概已經來到7000美金了 又多了多少 多了500美金 好 所以我的投資報酬率不是只有15% 可能是16 17%了 所以 我覺得 不要去擇時 只要時間到把錢放進去 其實你一樣可以拿到非常優異的成績 不怕你不動 只怕你一直都不動 好不好 好 這是很重要的 那最後的結論 然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請你務必一定要開替大戶數位賬戶 現在跟團還有優惠 就算你本來就已經跟團 本來就已經有大戶數位賬戶 還是可以來參加我的活動 因為我有賺錢就是回饋給你們 那第二個就是 也請你務必要換匯10萬以上 超過10萬一點點比較好 因為你的美金 有時候只要走扁 那你的帳上的日均余額 可能就會降低 所以 我建議你最好是多放10萬塊 等值台幣的美金 多一點比較好 那你還可以參加他的外幣訂儲活動 之類的也不錯 那最後的話就是 指定投入你 比如說海外或者是行動支付的刷卡 每個月上限是只有1萬塊 所以1萬塊以內可以拿到 9%到10%的回饋 這部分的話也是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以前算過他的cap 是刷1萬而已 好可以拿到最高9% 但是現在 就是只剩下多少刷1萬而已 好比較少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拿幣貝卡去刷一投入金 一樣可以賺錢 或者是用幣貝卡 取得幣貝卡的資格 拿來換匯 然後再利用封存股把錢投到美股去 也是兩個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你使用的是後者 也就是封存股美股的部分 好因為畢竟這個 有一定可以幫你做擔保嘛 然後你也可以省去 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遺產稅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把錢從國外拿回來 這個永鋒都把你弄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投羅的話就是刷卡就可以直接投資 好比較簡單 但是他還是有風險的 因為畢竟金管會不允許嘛 好所以這部分 這些線上外匯交易上 你就是要自己去承擔風險 自己再來做做這個使用的部分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講到很多部分 就是這張卡片 如何在海外刷卡10% 如何在這個行動支付9% 然後也有教大家就是如何辦卡的程序 最後就是教你怎麼投資美股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話也可以來參加寶可夢的線上講座 好這個線上講座的部分就是用我自己的個人親身實力 然後還有就是我自己的投資成效跟教你怎麼樣去選擇適合自己的 做的投資工具 然後來進場美股 這個是很重要的 也希望你看了這支影片之後能夠有所收穫 如果喜歡的話 趕快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也一起來學習如何賺10% 如何省10% 而且投資也要賺10%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